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者是现在放空被嘎到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利用我们这个免费咨询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我会在这里尽我所能就我所学的 提供大家最专业 也这个最完整的建议给您 好那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先来回答一下 昨天收完盘后 有位投资朋友黄先生 这个利用我们的咨询专线 打电话进来 要问秦城这档股票 说可不可以买 那这个部分秦城这档股票 我想老朋友们应该都蛮熟悉了 因为还记得这档股票 在两年多前 我们也曾经推荐给 我们的会员朋友 这是2014年的1月份 那时候我们看好 2014年的选股主轴 锁定在巨量资料 那里面巨量资料新黑马 注意的是谁 纯度最高的 就是这档8210的秦城 主要生产伺服器 跟储存装置的机壳 那也跟大家提到过那时候股价来看的话 虽然在做一个拉回 跌了大概16天左右的时间 但时间结构仍然是属于一个多方控盘形态 搭配着K线出现白红灌日贯穿线 搭配着百战指标低档翻阳 所以呢发现到 在这里已经这个技术面出现转强讯号 那时候是过年前 我说很有机会开红盘后 准备向上攻击 所以呢建议会员朋友逢低布局 那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城 你会看到股价还在33 34块左右的时候 这是当时股价的位置拉回来 时间结构多方控盘 K线指标出现转强讯号 后来呢一波大涨上去 涨到70几块 算是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 两年多前那一波的一个代表作之一 也证明说只要能够去找到这样子 有爆发力的产业 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真的买对股票 财富倍增不是太大的难事 那但是当年三十几块的情城可以买 那现在的情城还可以买吗 这个部分我们再来稍微做一个研究 它的产品仍然是在做伺服器的机壳 去年前这个今年前三季赚了三块半 全年上看五块钱左右 这个本益比目前大概十倍出头 还算是蛮低的 那每年配息两块半到三块钱 也还算蛮稳定的 所以呢基本上它还是一家 蛮不错获利稳定的公司 但是最有爆发力的时间点 大概就从前年2014年到去年这段期间 那现在来看的话 进入到11月之后 这个11月营收4.4亿 比上个月稍微减了1亿 这个1% 然后年减呢大概减了1% 所以呢第四季来看的话 目前整个这个它的业绩成长动能 并不算是很强 这一点要去注意一下 那第二个要去小心的 我认为是在技术面的部分 发现到最近这个三个月 外资都有持续在做一个调节 在卖超 那也让股价的部分可以看到 指数这波创新高涨到9400点 它股价反而跌落到月线 跌落到季线 跌落到半年线以下 这个部分还是属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形态 那外资连卖了三个月 重点是你看之前的这一波 是外资买上去买到六十几块 对不对 现在在反手调节 而外资手上库存 目前来看还不少 所以我会建议黄先生 目前外资还在调节 除非等到它卖压结束 那技术面也比较明确有转强讯号出来 否则的话在转强讯号出现之前 股价现在是属于相对弱势的形态之下 会建议这里还不急着来做介入 先往往会比较适合一点 好 那这个部分回来继续来谈 谈到大盘指数的部分 当然昨天美国FED已经确认了升息 今天稍微做一个拉回来来做整理 那到底台北股市拉回过后 有没有机会继续再涨 待会再来跟大家做说明 重点还是强调 当指数现在创下了今年新高 已经来到9400点附近了 这时候最重要一件事情 做股票就不是去猜指数还会不会继续再重 而是先来观察一下盘面的一个结构变化 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动作 也就是你在这里一定要去观察手中的持股 指数来到9000多点 当指数创新高的时候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产业趋势是下滑的 业绩持续在衰退的 股价相对弱势的 甚至技术面有大户在出货 有转弱讯号出来的 该出还是要出 不然就算指数再涨上去 涨到万点好了 现在指数这波涨到9400 你赚不到钱 再上万点你就保证你赚得到钱吗 很难嘛 对不对 所以我为什么要再三叮咛大家 一定要去检视手上的持股 弱势股该出还是要出 免得大户出货了 转弱讯号出来了 你不知道还在继续的报 到最后指数涨 你可能都会继续赔钱 那讲到这个 今天我也很开心 有位这个林先生 他打电话来说 要谢谢现龙老师 为什么要谢谢现龙老师 原来是几个月前 在8月23号的时候 他当时就有利用 我们的一个call in专线 call in进来 问到生计股里头的 号顶这档股票 那说非常感谢现龙老师 那时候他这个有小赔一点点 那不晓得该不该出 那现龙老师有叮咛他 第一个他的利多出来了 这个说他的一个新药 获得了美国的医药 的一个期刊发表 说有多好 那可是我叮咛说 小心利多出来的时候 背后来看有大户在出货 那也特别叮咛 这样的股票 其实就算未来能够赚钱 上档空间都不多 都建立他换股操作 所以后来他虽然是小赔 赔个几十块 但是先出了 他说还好有先出 如果没有出的话现在这当中 浩鼎居然股价跌到多少 今天早盘一看已经跌到剩下 250几块了 指数是涨到9400 居然他当时说 这个如果没有出的话 现在他这个一张还多赔了二十几万 对所以非常感谢现龙老师 所以这个部分你就会看到 为什么现龙老师一再叮咛大家 你要去懂得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者强的动作 因为证明了 真的当你买错弱势股 爆错弱势股 而你还不懂得换股操作 就算指数涨 你会看到真的可能越赔越多 而你也可以看到 现龙老师不是现在才来跟大家讲 号鼎是弱势股 对不对 去年600多也提醒大家 要居高四危了 对不对 然后几个月前8月23号也定领大家 400多块的价位 在这里小心大户又再继续的出货 要赶快换股操作 对不对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 您现在担心您手上的股票 会不会像号鼎一样 有大户在出货 有转弱讯号出来 在这个部分 我们都欢迎大家 利用的免费咨询专线 0800-868-365 留下您想问的股票之后 现龙老师在下节目之后 都会亲自来帮大家 做一个针对基本面 技术面完整的诊断 并且在节目当中 给大家最完整的一个答复 那这里做股票 我都叮咛大家 其实在股市当中 为什么要去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动作 那当然很多投资朋友都说 可是难就难在这里 就是不晓得 哪些是弱势股该换 哪些是强势股可以买 那这个部分我说 你就了解为什么需要现龙老师 来帮助你了 因为很多人当想要省一点小钱 想说自己做股票好了 找现龙老师还要一年几万块 那把它省下来 自己做股票就好 结果你会发现 省了小钱可能赔了更多 可是如果你懂得付出一点点 整个一年才几万块 比你找个大学生一个月还要22k 便宜很多吧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你能够获得的绝对多很多 就像今年的行情如果投资 当时手中有太阳能 还记得我一再叮铃大家 报纸消息告诉你 部分相关产品报价还在持续看涨的时候 很多东西是假的 从技术面上来看 当时已经发现 报纸不断的在放送力多 跟你讲还会在涨的时候 大户已经在出货 技术面已经转弱了 所以当时包括硕核 包括中美金 包括茂迪 包括国硕这些太阳能股 我都建议大家要赶快换股操作 太弱折强 对不对 那当时你看到 如果你懂得太弱折强换掉 然后今年跟着我们操作什么 操作最有爆发力的车用电子 做循迹防滑系统 做涡轮增压引擎 做引擎直噴 关键零组件的自身科 那时候股价也是拉回还在低档 但是我们发现K线已经形成多头吞噬 搭配着我们的百战指标 低档交叉向上 大户进完货正准备开始要转强 所以如果你能够在当时 跟着我们在60几块来做布局 你会发现 这硕核到现在股价 跌到350几块的时候 你不用还套在手上 继续等着某年某月某一天 会不会解套 产业趋势下滑的公司 你会发现有时候真的 想要等解套遥遥无奇 甚至就是越赔越多下去 可是如果你能够去做好 掌握结构太弱折强的动作 你把硕核换到自身科 一张换个十张过来 你会发现早就在股市当中 能够去赚钱回来了 对不对 抱歉这个手机忘了关 那再来继续看到 看到这个部分 谈到这个自身科是如此 不止硕核跟自身科 包括还像在这个 几个月前半年前 当蔡英文开始上任 要开始当台湾总统的时候 我说股市将要开始在当中 破除520魔咒一路的往上涨 可是一路往上涨 我说不是所有股票都有机会 还记得五月份 那时候观众朋友 call in进来 问同样升级股的忠誉 我也提醒大家 第一个不要把赚钱的希望 放在政客身上 第二个利多健报 艾滋新药临床失业数据 报喜的一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我也提醒大家要小心 小心从技术面上来看 大户又在出货了 结果你有没有发现 终于今年指数将涨上来 从8000下半年涨到现在9000多 对不对 可是股价从260又一路跌 现在剩下多少钱 现在的终于今天还在跌 跌到最低172块了 又怎样又继续的在破新低了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当时懂得太弱则强 跟着我们来操作 当时我们看好 ADAS的新黑码 这个企机 当时我们说企机生产的 车用无线模组 防撞雷达已经通过了车厂认证 获得了日本客户的大订单 也获得了 也跟美国正在共同开发 自动刹车系统 ADAS的上机 对不对 那订单都掌握在手上 所以才敢这个当中 积极的启动新产能 业绩又渴望更上一层楼了 技术面拉回来在低档 但是有大户在进货 所以当时如果你跟着我们来起机 然后把中域换掉 你不用现在还在继续的套牢 你早就已经能够去大波段操作 反败为胜回来了 所以这个部分都再三提醒大家 这就代表说整个行情 其实在这里指数会在接下来 往上哪里走 还是会拉回先休息一下 不是重点 重点你必须去做好 掌握结构太弱则强的动作 而这也就是我们极品操盘团队 我们最重要的使命跟责任 时时刻刻要去帮助会员朋友 检视盘面的结构 弱势股该出 我们会带着会员朋友先出 对不对 该获利了结 我们会负获利入带 那转仓的股票 在低档趁着大涨之前 我们要来做布局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责任 当然在接下来 这有哪些强势股呢 还记得其实上个月的时候 就已经特别叮咛大家 整个大家最看坏电子股 那时候电子股占大盘成 加量比重 跌破五成以下 投资人弃之如必喜 很多人都跑去买原物料 买航运股 对不对 回去追营建股的时候 我说要怎样 反市场操作 人气我去 对不对 也叮咛大家 尤其在中小型电子股 你去看上跪电子指数 已经领先大盘突破 11月9号 长黑K棒的高点 开始转强 你就会知道 在这里上规电子股 已经开始转强上来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 这一波行情 如果你在那里乱枪打鸟 乱买股票 当时跑去追原物料 跑去买航运股 对不对 那航运股这一波 你看到指数创新高 这个股价反而像新兴航运 当时我也有提醒投资炮 要小心啊 反而在一路的跌 对不对 那如果你还在抱着生计股 现在股价动都不动 今年来看 当然全部都是赔钱的 套牢的 可是你反而回过头来看看 最近的 我所说的 中小型电子股 当大盘指数 你有没有注意到 好在这里 在几天 涨到9430高点后 稍微做一个震荡 可是来看中小型电子股 这是上规电子指数 领先突破11月9号高点后 现在反而一路的走高 现在K线又连拉了三根红棒 现在又继续的往上创波段新高了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跟大家讲 中小型电子股 仍然是接下来行情 如果你想要赚钱 最重要的强势主流 那里面已经有很多股票 开始从低档翻扬上来 像核大的部分 之前就提醒过大家 这已经处于什么 左肩底部右肩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就是12月5号 跟大家所做的提示 当时刚才提到 它正处于头肩底的右肩 准备开始反攻 那一天股价最低还有116块 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股价已经拉高上来 大涨到135突破了颈线 当然突破颈线完成头肩底 你还不用急的去追 压下来回测颈线之后 这地方未来都还有机会 在这个发动另外波段 大更大的一个波段攻势 拉回来从技术面再来找买点 那包括了这是我们在最近 持续在锁定的 大户在进货 股价正在转强的大数据 新黑马 这是上个礼拜 推荐给大家的 一档这个大户在进货的股票 对不对 那股价当时也提到 融资大减之后 指标黄金交叉上来 突破下降压力线 现在开始要发动了 那最近股价 你有没有发现 指数你说高档在这里震荡 今天好像跌了五十几点 你有发现股价 默默的默默的又开始 创下波段新高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中小型电子股 在现在已经开始一波一波的发动攻势 那在这里如果说投资朋友 也想要好好掌握到这波行情 接下来赚钱的机会的话 我会提醒大家 中小型电子股将是投资朋友 务必要把握的重点 那除了说核大这地方拉回来 我们会继续再来找买点 新的黑马也开始紧罗密股的 准备要来做发动了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 想把握的话 先叮咛大家 乘通投股13周年请 感谢大家支持了13年 破盘大感恩的机会 现在正推出给大家 详细内容 待会休息时间 就先跟我们的服务人员 来问一下 第二阶段更重要的内容 还有哪些潜力股 正在这里来值得留意 马上再回来 全都的户 周年庆隆隆重登场 感谢长期支持与爱护 全面破盘价大回馈 全面破盘价大回馈 立刻报答 恰全出现 0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股 接评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全出现 0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股 高老师 集聘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525868 0227525868 限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全通投股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成通投股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不往不利 成通投股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昨天的美国FED 已经确认要升息英码 然后暗示说 明年可能还会再升级个三次 那昨天美股也终于跌了100多点 天天涨天天涨 当然终于也会有休息的时候 这时候我知道 你可能在今天会看到很多投股老师 告诉你 哎呀 FED升息就代表说资金行情结束了 美国股市开始跌 台股股市就准备要大崩盘了 我先叮咛大家 第一个 针对任何一个国家升息 永远要记得 这就代表说 这个国家经济是好的 所以呢 他可以开始升息 当他经济不好 他才就要持续的降息 对不对 所以当一个国家开始升息 代表他的经济是好的时候 记得这个升息的动作 都是属于的短空长多 因为短线受到消息面的影响之后 长线最后还是会反映 这个国家的经济持续往上 股市最后都会走多 那第二个 重点还是回来 这个技术面 筹码面的部分 永远要记得五个字 反市场操作 就是如果说投资人 你会发现到 市场上现在多数的投资人 都在一致的看多 觉得股市会继续涨 会上万点 然后呢 量已经爆出来 一千多亿 一千五的大量 然后融资呢 也在暴增 散户都在拼拼买股票 这里我当然就会提醒你 要小心了 可是反过来 我们看到现在大盘的成交量 才多少 现在大盘的成交量 今天预估才690亿 对不对 现在我们看到 整个市场的筹码 融资才多少 一千三百亿 仍然在低档 跟年初 七六二七来比 都还低很多 对不对 反而是融券 又攀上了 50万张左右的一个高峰 在这里 接下来行情会怎么走 我只提醒大家 嘎空行情都还没有结束 这个指数很有可能 现在多头持续的走 未来三月份 四月份 融券要强制回补的时候 股市一定会在高档 融券又会被强制回补 在高档 所以你要把握的就是 现在震荡拉回时 逢低布局的机会 我讲这些 我还是要强调 我不是要跟那些 所谓的空头老师 来做辩论比赛 股市不是辩论比赛 讲话大声就会赢 更不是选举投票 得票多的通常反而会输 记得想要成为操盘高手 就学好操盘级技术分析 才能够从指标去抓转折 从筹码去看人心 从价量直到未来 能够去看懂未来的行情 你才能够成为赢家 对不对 就像今年 还记得五月份 那时候 很多所谓的空头老师 不是在这个五月份 那时候台北股市 回挡到八千点附近 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蔡英文当上台湾总统之后 会有520魔咒 就是只要总统换人当 股市一定会大跌 那我讲的是什么 不是又是告诉大家 技术面上来看 那就是一个人气我举的机会吗 对不对 反市场操作吗 后来谁是对的 证明大盘是不是从520过后 一路的涨 有魔咒吗 没有 反而你能够去 跟着反市场操作 就能够去赚到这一段 包括上个月 当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那些空头老师不是告诉你 金融风暴要发生了 川普当上美国总统 会造成全球股市崩盘吗 那我说的是什么 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 我就已经提醒大家 要懂得反市场操作 那当川普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讲 这11月14号所写的 川普当选股市会走多 对不对 11月29号 有没有跟大家讲 沙盘过后 嘎空就要开始了 现在行情是不是 都按照我们的规划在进行 这就是我说的 股市不是辩论比赛 讲话大声就会赢 更不是选举投票 得票多的通常反而会输 那要成为操盘高手 该怎么做 我有学好操盘及技术分析 从指标抓转折 从筹码看人心 从价量去看未来 你才能够成为股市 真正的操盘高手 成为赢家 那我只能提醒大家 接下来的行情 叮咛大家 从技术面上来看 第三波主声段 还没有结束 目标仍然继续往9961 到10425来做迈进 时间大约在2017年 2到4月份 这是技术分析告诉我的 对不对 而且重点是 我们也发现 当你在意指数9000多 你觉得很高的时候 其实我看到 很多的好股票 股价其实都蛮便宜的 重点是 最近大户才刚开始进货 转强讯号刚刚开始出来 很有机会 正要开始发动攻势而已 就像我们上个月 跟大家介绍 大户在进货 股价转强的物联网 新黑马 3558的省准 提到说 这样的公司 今年景气 就算不是很好 都还赚10块钱 现金殖利率6个percent 你说它贵还便宜 便宜啊 对不对 重点是技术面 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最近股价 也已经从低档 拉高上来 涨到165块半 在指数还没攻过 11月9号高点的时候 它早就大涨了 对不对 那最近稍微做个拉回来 我们都还在准备 再来寻找下一个阶段的买点 那包括这是我们这个月 上个礼拜推出的 大数据 大户在进货 股价转强的 大数据新黑马 对不对 也看到 它的这个业绩在第四季 11月营收创新高 渴望更上一层合 全年的EPS 上看到3块6 那股价现在还在三字头 本益比10倍而已 你说贵还便宜 便宜啊 对不对 你在意的是指数在高档 还低档 我发现的是很多股票 刚从低档开始翻扬上来 现在也开始逐步的创新高了 那在接下来 这一档物联网的新黑马 今年EPS大概估 4块半到5块钱 本益比大概12倍 现金殖利率大概7% 你说贵还便宜 便宜啊 对不对 你看到的是指数9000多 你觉得很高 我看到是很多股票 正从股价低档 大户开始进货 正要准备转强上来 这个部分 如果说投资朋友 想把握的话 我只提醒大家 股市有三种人 先知先觉的会领先市场 买在低档 后知后觉的大涨追高 去帮人抬轿 不知不觉的 只能够死报弱势股 越掏越深 你想当哪一种人 自己去想一想 那基频操盘团队的使命跟责任 就是帮助每一位会员朋友 锁定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找出真正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领先市场买在低档 目标就是大波段的操作 大波段的获利 就像我们两年多前的秦城 不就是领先市场 掌握到一个大波段的利润 就像去年的至今 不就是在领先市场 50几块推荐给大家 掌握一个大波段倍数的利润 对不对 这样包括今年的一个智商科 不也是领先市场 推荐给大家60几块的价位 当现在别人在追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赚到这种 倍数的一个利润了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责任 新的黑马在这里 也即将开始来做发动 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 趁着成通投顾13周年 破盘大感恩的机会 加入极品操盘团队行列 掌握未来大波段获利的良机 好好把握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